远离危险和自我保护训练和才艺训练各有其重要性,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自我保护训练通常被认为更加重要是因为远离危险和自我保护的训练直接关系到个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它教会人们如何避免危险,应对紧急情况和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拥有这些技能是生存和生活的基础,在现实的世界里充满了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 自我保护训练除了学会识别潜在危险,处理霸凌和性情等威胁的技巧,这些技能在应对日常生活中的不测试尤为关键。 自我保护训练不仅涵盖人身安全,还包括心理安全,例如了解如何应对心理上的压力和骚扰,预防网络上的心理伤害,这有助于维持心理健康和幸福感。 才艺训练和补习也非常重要,例如可以帮助孩子发展特长,培养兴趣爱好和成就感。 才艺训练有助于激发创造力,丰富个人的精神生活,通过参与才艺与补习活动,除了取得优秀成绩还可以结识新朋友,增强社交技能,并在团队合作中学习如何与他人协调和沟通。 虽然才艺训练对孩子的全面发展有重要意义,但从生存和基本生活技能的角度来看,自我保护训练显然更为基础和关键。 毕竟,只有在确保孩子的安全和健康的前提下,才能有机会和精力去追求和发展自己的才艺和兴趣。 因此,远离危险和自我保护训练在很多情况下被认为是优先和必要的。 远离危险和自我保护是属于生活技能吗? 是的,远离危险和自我保护的技能是属于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这些技能对于个人的安全和健康至关重要。 这些生活技能使孩子能够识别潜在的危险和威胁。 当遇到霸凌或性侵,懂得采取合法的自我防卫以及,懂得如何采取适当的行动以确保自身安全。 生活技能训练提升孩子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的常识,同时学会如何处理压力和情绪,避免心理上的危险,例如网络霸凌与性侵。 这些生活技能帮助个人在各种情况下保护自己,避免危险和伤害。 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这些技能都是至关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和掌握的基本技能。 接下来的视频,我们会和大家探讨生活技能是否只需要学一次,以及预防与防止霸凌和性侵的课程是否是属于生活技能训练。